长生不老是人类自古的梦想 也信了无数的人去探索 但生命的死亡是必然的 哪怕是宇宙也不是永生的 在未来若干一年之后 也会死亡结束的 那为什么生命进化 没有选择永生呢 关于人类的认知 量子力学认为 人类的认知极限就是 普朗克尺度 当宇宙刚刚诞生的时候 还没有任何元素生成 在宇宙大爆炸之后的 10到43秒 这段时间被称为普朗克时间 而这时的宇宙 已经达到了普朗克尺度 简单来说就是可认识阶段 这个时候的宇宙物质并没有出现 引力首先被分离出来 独立存在 其他的强 电和弱力 三种力还混合在一起 在宇宙大爆炸的38万年之后 真正的元素出现了 这时候只有氦和氢 以及少量的鲤 之后氢分子 云聚集形成了恒星和星系 恒星核聚变造就了重元素 中子星碰撞和超新星大爆炸等 天体事件又创造出了更重的元素 到目前在宇宙之中 我们已经发现了118种元素 而元素的优化组合诞生了生命 在46亿年前 太阳和地球初步形成 各种元素在偶然的碰撞之下 形成了有机分子 又合成了蛋白质 从而演化出了单细胞生命 宇宙生命的诞生 只能说是一个偶然 从无机到有机 再到生命 所有的生命 都是依靠不同元素的组装 才形成的 但是元素本身 也会发生衰变 所以由这些元素组装起来的生命 自然也没法永生的 对于生命的存在形式 大自然给了我们最好的方式 那就是繁衍和进化 DNA密码是生命最奇幻的特点 而且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遗传 简单来说就是复制以及繁衍 但这种复制不是百分之百的复制 在复制过程当中 还会产生变异以及突变的情况 比如我们大多数人 都很像我们的父母 但又不完全一致 这就是遗传和变异的情况 也正因为如此 才产生了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 既然生命没有选择永生 那我们进化的方向 会不会选择永生呢 福如东海 长流水 树比南山 不老松 长寿是一直是我们的追求 但无论怎么样 人都是没法永生的 现在科技飞速发展 减缓衰老的课题 一直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除此之外 还有长寿基因等研究 来延长人类的寿命 但目前 这种技术是有限的 人类的肉体 随着时间发展不断衰老 而这种衰老是全方面的 相当于溃坝一样 一个窟窿 加一个窟窿 从而造成大坝的全面毁坏 所以 人类是没法实现永生的 只能说在寿命方面 进行延长 或者精神永生 简单来说 就类似于灵魂出窍 我们脱离自己的肉体 将意识保存和转移在其他地方 但我们都知道 意识是人脑独有的存在 是物质的 简单来说 意识必须要依托人脑 才能存在 一旦脱离人脑 意识就没有生存的基础 也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如何创造出一种能媲美人脑的结构 是当务之急 而人脑的复杂性 是让人惊叹的 如果想创造出媲美人脑的结构 凭借现在的技术 还是不可能的 当然科技在进步 社会在发展 总有一天这种技术会出现 而那个时候 我们的意识 就相当于是一个活着的存在了 仿佛科幻电影里边一样 我们会拥有一个人造躯体 或者是其他依托的存在 好比人工智能 但又比人工智能更高级 关于意识转移的研究 在全世界早已展开了 比如谷歌的意识转移 和马斯克的意识上传等等 但即便是这样的技术获得成功 人想要在精神上获得永生 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我们还是把握当下 人生短短几十年 总要创造出自己的价值吧 我们下期见